HELLO,大家好,我是修修,歡迎收看這場老黑對這個夜風的比賽 老黑是一個98的玩家,曾經是線下的冠軍,也曾經做過第一人,曾經遇過小孩的 這一次他98應該是玩的少了,帶他的人比較少,所以說他就多玩一玩97了 有人帶他就玩97,玩97的話他也是選了兩個競選人物 這個競選人物雖然說已經開放了,但是還是依舊非常的變態 夜風這把壓得不錯,夜風一開始能面對老黑這兩個競選人物 也有點不適應,我們來看一看,已經是被這個老黑打了一個2比0 很強悍,這一次剛CD,下戲好,再一個抓 這個競選人物真的有時候就是誰用誰知道,因為用的人是吧 相對來說比較少有一些判定前角之類的,你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說是誰用誰知道,連頂級高手,像夜風這樣的,都有可能會翻車的 夜風這把應該是打得很強悍,這個八神很強,打了一個穿三的局面,看看這一把 克里斯啊,跳CD,跳CD算是克里斯的靈魂技了,這一招真的是誰用誰知道啊 從起跳的那一刻起啊,一出招到落地,都是有攻擊判定的 非常變態啊,拋到下盤那就更不用說了啊,接一個打擊頭之後呢,是吧 直接打蛇滴,傷害DPS啊,很強啊,很高 勝利的拿下了八神 跳D,好,祖詞 發波這個太慢了,祖詞判定還是非常強,又是跳CD被打Counter啊 這一次手著慢,祖詞在巨蟹 這一次呢,就是,都是在進攻啊,但是機會不是掌握得很好 又想下B啊 一個前A之後,發波,繼續跳CD 冷不聽還來一個低頭 真身過來,發波AB,直接被一個 一個爬樓梯啊,直接被抓了 拿到這裡就感覺要反身的節奏了 看能不能反過來,能不能逆轉 最後的瑪莉 面對這種克里斯是吧 因為酒吧的人都是玩克里斯的啊 所以說他對克里斯的一些判定的一些招式,一些拳腳也用得非常好啊 這一次又是被打到下盤之後啊,這個大神梯啊 你看,還是這個跳CD靈魂技啊 瑪莉的判定根本沒法跟他比啊 就這樣被反了三了 好的啊,是不是好看今天的戰 關注修修,可以投丟 好啊